2024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一场比赛 郑清文2比0完胜尼迈尔 强势晋级16强 上一轮逆转俄罗斯选手埃瑞卡 安德列娃之后 郑清文三次参加每网至少都能闯入第三轮 第一次止步第三轮 第二次晋级8强 现在还有机会突破 本届每网 郑清文被列为7号种子 连续逆转淘汰阿尼西莫娃 埃瑞卡 安德列娃之后 再次迎来了调整 第三轮的对手是德国选手尼迈尔 值得一提的是 郑清文首次参加每网至步第三轮 正式被尼迈尔2比0淘汰出局 如今两人同样在第三轮相遇 这是郑清文绝佳的复仇机会 现在的郑清文完成了疯狂蜕变 自身的技术 心态 能力得到了提升 世界排名机身前十 反观尼迈尔的世界排名 世界仅排第101位 第一盘一上来 郑清文面对尼迈尔的发球局 没有还手之力 连丢四分输掉 随后自己第一个发球局 轰出二级A4球同样爆发 第三局 郑清文的多拍回合处于下风 让尼迈尔爆发2比1领先 第四局 郑清文轰出一级A4球 外加尼迈尔正手回球挂网 二刀二追平 第五局是尼迈尔的发球局 郑清文逐渐适应了对手的发球 节奏 能够开始形成抗衡 随着揭发成功 尼迈尔回球下网 郑清文成功破发 比分3比2完成反超 第六局是郑清文的发球局 移上来轰出A4球 随后再轰出一发内角的A4球 全场已经第六个 尼迈尔还没有 随着尼迈尔的回球下网 郑清文成功爆发 取得4比2的领先优势 从前六局来看 尼迈尔的多拍 反手二大技术方面平平 外加跑动能力也是一般 这是郑清文占优的地方 第七局 尼迈尔又被郑清文破发 比分2比5陷入绝境 随后申请一个医疗暂停治疗自己的脚伤 第八局 郑清文一股作气爆发 比分6比2拿下手盘 奔向16强 这一盘 郑清文轰出5GA4球 多拍 底线 发球各个方面都是利压尼迈尔 后者没有轰出任何A4球 还有出现两个发球双五 第一盘大比分输掉不圆 坐回自己的位置之后怒摔毛巾 心态开始崩了 来到第二盘 尼迈尔面对完全进入状态的郑清文 没有什么还手之力 第一局就被破发 第五局再被破发 其中出现连续三个双五 比分1比4落后 已经大势已去 最终 郑清文2比0完胜尼迈尔 成功复仇 据统计 郑清文全场仅仅耗时78分钟就直落两盘 还轰出6GA4球打崩对手 美网公开赛进行了第三轮的女单比赛 新科奥运冠军郑清文直落两盘 以6 2 6-1横扫德国选手尼迈尔 连续两年闯入美网16强 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四次进入大满贯第四轮 也是连续两年晋级美网16强阶段 因为在巴黎奥运会上成功夺冠 成为第一位中国网球奥运会冠军 郑清文不仅获得了更多影响力和知名度 个人世界排名也上升到了第七位 此番参加美网 郑清文便是7号种子 前两轮郑清文均12比1逆转晋级 尼迈尔虽然世界排名不过101位 但他三次和郑清文交手拿到二胜一品 且在两年前的美网 郑清文正失败在他的手下 相比于前二轮 这场比赛郑清文进入状态较快 虽然开局被尼迈尔发球连续得了4分 不过这也是他本场唯一的一次表现了 随后比赛都在郑清文的掌控范围内 首盘1比2落后情况下 郑清文便打出5GS球 后发制人连赢5局比赛 6比2强势先赢一盘 第二盘比赛 郑清文一上来连破代保取得2比0领先优势 哪怕尼迈尔第三局爆发追回一局 郑清文没有让对手再次得到机会 连赢4局比赛 从而以6比1再赢一盘 只用了78分钟 便总分2比0轻松横扫尼迈尔晋级 全场比赛郑清文无论是在发球和底线进攻端都有于对手 尤其是在关键分的处理上发挥出色 并且挽救了所有的破发点 同时对尼迈尔的破发成功率高达100% 赢球自然在情理之中 至此郑清文第四次打进大满贯16强 上一次郑清文打进16强正是在今年的奥网 年初他也创造了个人大满贯亚军的最好成绩 值得一提的是 在郑清文拿下第一盘时 央视转播郑清文比赛的收视率也来到了首位 并且再次登上了热搜第一 在拿到奥运会冠军后 郑清文便在采访表示 下个目标便是大满贯冠军 或许目前郑清文不是女单最强最耀眼的存在 但冲冠并非空谈 接下来 郑清文将等待维基奇和斯特恩斯之间的胜者 前者正是在巴黎奥运会输给郑清文的选手 与此同时进入梅网16强 郑清文至少能够入账32万美元 在2024梅网女单第三轮中 7号种子中国球员郑清文光速下班 他直落两盘以6比2 6比1倾取德国选手尼迈尔 连续两年闯进梅网16强 下一轮 郑清文将面对维基奇和斯特恩斯之间的胜者 争夺八强席位 在郑清文之后 王亚凡击战三盘 以6比4 3比6和6比1战 职业生涯首次晋级大满贯女单16强 这也是中国女网连续第二年 有两位球员杀入梅网16强 在巴黎奥运会拿下女单冠军后 郑清文马不停蹄继续出战梅网赛季 在今年梅网前两轮 郑清文发球手感火热 已经发出了32GAS球 第三轮面对尼迈尔的手盘比赛 郑清文在首个发球局就连续发出AS球 也压制住了同样以发球健常的对手 随后郑清文在对手发球局接发得分 取得破发也提升了自信心 以6比2取得首盘胜利 第二盘比赛 尼迈尔仍然没能找到破解郑清文攻势的办法 在自己的首个发球局一分未得 遭到郑清文破发 此后郑清文每每与对手在比分上限如僵局 总能用发球的分化解 最终郑清文以6比1锁定胜局 挺进梅网第四轮 全场比赛 郑清文总共发出8GAS球 他在本届梅网的AS球总数已达40个 赛后郑清文坦言 这是自己今年在梅网第一次以两盘结束战斗 终于能够两盘结束比赛了 郑清文说 我一直保持了专注 能够取胜并不容易 因为刚刚打完奥运会 还是很疲惫的 在这里比赛的气氛非常好 让我非常高兴 这也是郑清文连续两年晋级梅网第四轮 他表示 还记得在2022年梅网输给尼迈尔的场景 那场比赛我们打到了午夜 结果我输球之后还哭了一个小时 今天能够取胜非常开心 终于不用在赛后为输球哭泣了 郑清文说 接下来 郑清文将迎战维基奇和斯特恩斯比赛的胜者 在巴黎奥运会女网决赛中 郑清文曾经两盘击败维基奇 为中国取得首名奥运会女网金牌 中国女网的崛起 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这背后 是无数运动员们的心情付出和汗水 还有教练团队们的精心指导和默默支持 他们日复一日的训练 就为了能在赛场上为国争光 这份坚持和毅力 真是让人佩服得无体头的 展望未来 咱们中国女网那是一片光明啊 年轻一辈的选手们正在茁壮成长 他们技术过硬 心态稳定 完全有能力在国际赛场上大放异彩 而且啊 随着咱们国家对网球运动的重视和推广 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接触网球 爱上网球 这为中国女网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啊 咱们有理由相信 中国女网的明天一定会更加辉煌灿烂 网友评论 维基奇能复仇正亲吻吗 网友说 假如 我说假如 他追求我 我该如何应对 网友说 预测 2024美网黑马王亚凡半决赛中以6比7 7比6 7比6战胜正亲吻 决赛中 小四6比2先胜一局的情况下 动作幅度问题歪脚伤退 王亚凡问点2024美网冠军 咱们今天聊了中国女网的那些事 真是让人热血沸腾啊 看看正亲吻和王亚凡这两位姑娘 在美网上那是大沙四方 直接闯进了16强 这实力 这表现 简直让人拍案叫绝 中国女网的崛起 可不是偶然 那是使打实的努力和汗水换来的 这些姑娘们 每天会汗如雨的训练 就为了能在赛场上多拿一分 多赢一场 她们的坚持和毅力 真的让人感动 而且啊 随着咱们国家对网球运动的重视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接触并爱上这项运动 这为中国女网未来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对中国女网的未来那时充满了期待 我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咱们的女网选手们一定能在国际赛场上创造更多的辉煌 让五星红旗在网球场上高高飘扬 所以啊 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女网加油助威吧 她们的未来 值得我们共同期待 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